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杏林在线 大时大节是亲友欢聚的时间 但对于有些人可能会勾起亲人离世 或者与情人分手的经历,倍感孤单或者伤心 这种情绪低落,严重的话可能变成节日抑郁 今集我們請來本台的醫學顧問蔡惠弘醫生 為大家講解這個情況 蔡醫生 你好 阿和 你好 蔡醫生其實是甚麼為節日抑鬱 有甚麼病症 考考你 有沒有聽過有兩句詩句叫 獨在異鄉為異客 背逢皆節背私親 聽過 你聽過 其實這些是中國一千多二千年 私人的生活體驗 兩句詩句是長期居住在外地的人 單獨一個人在外地工作也好 甚麼都好 和親人離別 就會有一個思念 第二句佳節是甚麼呢 我們中國人譬如中秋 清明 團年 這些這樣的節日 就是佳節 但在佳節來說 其實是一個好像竹梅 我們英文叫catalyst 是引發了一些情緒的出現 這個其實我們都常見的 有甚麼病徵的呢 抑鬱的意思就是說 當人很高興去慶祝的時候 你就覺得自己一個人孤孤單單 不知道做甚麼好 甚至可能撕臉家人 甚至有一個抑鬱的情況出現 會哭 或者不想出去見人 這種情緒的毛病 都常見的 甚麼人是高危的一族 高危一族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剛才這樣說 就是在外地工作的人 其實一些長者 年老 獨居 或者已經沒有甚麼親人 自己又長期病 這些就比上高危一些 有沒有見過一些嚴重的個案 甚至影響了他日常生活 會有輕生的念頭 比如剛才我說的 就是說 譬如他一個人獨居 沒有甚麼人關心他 過時過節的時候 自己一個人孤零零 他自己又有些疾病 或者不舒服 很容易有些輕生的念頭 有時你在報紙都見到 有這些個案出現 這些節日抑鬱 其實患者如果回到工作崗位 其實抑鬱會不會自然改善 如果輕微的 以及警方是知道 我還是多熬一年 或者兩年 我就可以回到鄉下 情況應該沒有那麼嚴重 但如果情況嚴重 影響到他的工作 甚至真的需要求診 這也是很正確的做法 因為你自己蓋上去蓋上去 你不知道抑鬱的來源是甚麼 你會更加擔心 所以通常來說 你看醫生 也不一定當作有精神病 你情緒又不舒暢的時候 找到那個人傾訴是好的 是不是需要看醫生 如果未必當作是精神病的話 看醫生的意思 就不一定要拿藥吃 其實你跟醫生傾訴之後 醫生跟你開解的情況 知道你抑鬱的來源 當你了解的狀況 你正面去面對 知道抑鬱的源頭是怎樣 你可以安排你自己的生活 譬如來說 盡量鼓勵你節日的時候 安排一下有些節目 跟你的工作上的朋友 大家一起過生活 過節 會比較上自己一個人鎖在家 更加好一些 其實剛才提過 有些可能嚴重的個案 甚至有輕生的臉頭 這些病人 他又需不需要服藥 或者有其他的治療配合 如果他會找醫生看 醫生診斷的情況 覺得他的抑鬱真的嚴重 以及他的支援少的時候 服藥是其中一個方法 一定會令到他的情緒 會較好一點 但是其他的社交上的支援 家裡的支援也很重要 有時可能甚至需要一些社工 所以有些情況 譬如節日 有些團體會自願去一些老人院 陪下一些老人家過節 這個都是好事 其實我都聽過 部分長者在佳節前後 特別會掛念已經過世的老伴 其實自己就會很不開心 其實這些情況是否常見 其實很常見 這個情況就是說 一個老伴離世 就像一雙筷子一樣 沒有了醫病 你想想 幾十年了 夫妻如果離世後 大家的生活上的支援 就缺少了最親密的支援 所以這個情況 有很多時候 我們都有個案 發覺一個離世後 另外一個很快都跟著離世 其實你如果醫生可以怎樣去處理 面對這個案 這些就是說 如果家庭醫生了解他的狀況 他一定要幫他安排好 譬如家人有沒有支援 無論是傭人也好 子女也好 要多給一些時間陪伴一下老人家 尤其是在另外一個離世後的 頭一段時間 頭六個月至一年 尤其是過時過節 你不要看小客 回去吃一頓飯 是很重要的 其他反而就說 你日常打個電話給他 天氣轉變的時候 慰問一下他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覺得 老伴離世 另外一半 是需要更加多一點的支援 子女應該是盡這個義務 我都聽過說 如果不開心的時候 可以喝少許酒 或者每天都吃香蕉 個人會開心一點 那又對不對呢 飲酒 你所謂借酒消愁 但酒日愁長愁更愁 這個一定是不正確的 吃香蕉 我相信 因為香蕉裏面有些成份 可能吃了會提升 影響我們腦的血清素也不一定 但是如果以酒或者食物 去治理這個情緒上的問題 我想長遠來說 都不是很正確 其實應該都是正面去積極面對 解決個問題 為什麼你要離鄉別整 為什麼你要一個人 在一個孤零零的環境工作呢 什麼因素 是因為要做到你要離鄉別整 你可以什麼時候回去呢 你有個目標給自己 正面一點去面對 就好過靠食物 簡單來說 你生活上的安排 包括做運動 都有提升的情緒作用 就好過單靠食物 多謝蔡醫生今天這麼詳細的講解 今集時間又到了 下集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觀眾如果有任何醫學疑問 歡迎寄信來灣仔電信大廈三樓 或者電郵到 madisonat nownews24.com MING zrob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